欢迎收看订阅健康好简单 现代人经常外食 希望都可以很简单快速地解决一餐 你知道吗 在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里面 有许多的食品添加物 这些食品添加物 这些名字我们可能都不太懂 也不太认识它 它也不太认识我们 我们今天就要教观众朋友 怎么样认识这些食品添加物 这些食品添加物吃多 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的危害呢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问一下四位专家 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 先让我们看一下 经常见到了食品添加物的分类 有哪一些 包括了食用色素 它的用途是看起来 让我们觉得很想去吃它 视觉的调整 常用的食品种类包括在 果汁 汽水 干粉食品 乳制品 糕饼类等等 还有另外一种品名叫防腐剂 它的用途就是延长保存期限 经常看到在各种各样的食物里面 还有第三种叫做调味剂 味觉的调整 有甜味剂 酸味剂 苦味剂 用在各种的饼干 蜜饯 很多冷冻食品 甚至是饮料里面 它有一种叫做营养添加剂 提高营养价值 在各种食物里面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一种是保色剂 帮食物补色 可能原色没那么漂亮 把它补得漂亮一点 看起来让我们有食欲 现使用鱼类或肉类的加工品 我们就一项一项来谈 从这个食用色素来看 先请教一下这个吴教授 有没有哪一些食物被严格规定 是不能够添加食用色素的 其实食用色素都没有被严格说 不要添加 厂商要不要加食用色素 它有非常大的自由的空间 如果这食用色素加进去 有助于它的销售 有助于它的获利 它通常会添加 但有时候不注意它的获利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添加 重点就是有助于它的获利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现在我出去外面要买一罐纯水 它会添加红色 黄色 绿色吗 它不会 因为纯水绝对是无色的 但是如果说我要出去买一罐果汁 或者是柳橙汁 它会添加色素吗 它概率很大 因为它需要有一点点像是柳橙的颜色 所以实质上来讲 厂商的自由度非常大 那现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 这边列了有五个 那实质上在我们专业里面 食品添加剂的这种类 常用的还不是说不常用吗 起码大概有17种 17种 起码大概有17种 然后你零零种种加起来这些化合物 大概会超过大概8700多种化合物 8700多种 实用的 非常非常多了 我们台湾用在工业界 台湾用在工业界 上个礼拜刚刚统计出来 我们在经济部 以及在老委会相关的会议统计出来 6400多种 里面有毒的19000多种 其中会致癌的1600多种 具有环境荷尔蒙的效应的 会产生环境荷尔蒙不良作用的 大概有400多种 所以你说要我们消费者去说 真正的去了解 很困难 很困难 没办法 没办法 都听不下去了 没办法 然后更糟糕的是 消费者会用到这些东西 因为消费者吃东西的时候 希望色香味 那标识也希望看了大家很容易 但是现在看不懂了 于是 比如说来一个履历 生产履历 来一个标章等等之类的 其实消费者严格来说 又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因为消费者出去外面吃东西 希望是说很快很便利 但是你现在连看标章看标识 也是一种要求便利也快的 这种要求耶 所以这种情况 你很有可能标识跟标章 万一出错的时候 或标识跟标章 标的这个方向 跟你要求的方向不对的时候 消费者照样要倒霉 是 没错 我们讲天然色素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木瓜 它是橘橘色的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颜色 而天然的色素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这些的植化素是对我们有用的 可是你要拿出去卖的时候 你要制成一个成品拿出去卖的时候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天然的话 我要很快补充加力 前两天 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审查会里面 我们发现 很多这些相关的这个色素 它在卖给你的时候 已经不是单纯说 我们这个色素 比如说是实用的这个色素 或者是天然的色素 这些色素它在购买的时候 比如说它从德国 甚至从其他的相关的国家英国 它买进来的时候 它是一组让你可以调成 红色或绿色的这种色素产品 那里面的化学物质 不是单纯的只有一种 而是一种混合物 那我们甚至还发现呢 很糟糕的是 其中把它所有的成分 你都要列出来 你不列出来 我就都不放过你 厂商拿来了 里面居然有了非常剧毒的 斯德格尔摩公约组织 都限制的 我们叫做六绿本 Hexachlorobenzin 所以呢 它其实来讲 跟颜色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它为了让你染色方便 其他相关的化学物质 就会进去 这时候进去的时候呢 它也许它那个色素是天然的 但它其他配合的相关化学物质 配合了其他化学物质 是不对的 是有毒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认识一下 如果是天然色素的分类的话 大概有哪一些是天然色素 我们可以去了解的 我觉得在这边要讲这张板子之前 要先跟民众沟通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要那么鲜艳颜色的食物 比如说你葡萄汁 为什么呢 我们要满足的是什么呢 你自己在打葡萄汁的 你自己在打葡萄汁的时候 出来明明就是黑的 为什么你就要买紫的 然后如果说 你自己在做蛋糕的时候 你明明做出来的蛋糕 本来就不会那么黄 可是你为什么要要求 鸡蛋糕的颜色是这么的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自己要先 要求自己对食物的认识 好 那现在就是 好 那刚刚我讲就是 合成的色素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天然的 比如说花青素 它是从一些比较深色的 果实里面抽取出来 胡萝卜色素 从胡萝卜的根莖得到叶绿素 从绿色的一些食物的根莖 还有一些甘草色素 还有就是像番红花的色素 它是从番红花的一个柱头取得 那这个是比较起来是比较天然的 对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食品的话 小朋友要去买一些 比较有颜色的食物的时候 可能大家看一下 如果它是什么 什么几号 什么几号 那大概就是人工的 人工的 对对对 那它如果不是这种 就是人工是这种天然 它会直接写出什么花青素那些 对它会 现在会 现在会 表明就是花青素 胡萝卜色素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算是比较天然 我们比较可以代谢调的 对 因为我们本来植物花花草草 是 这种色素本来就是一种织化素 如果它不是再 额外再添加一些奇奇怪怪 刚刚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预估的东西的话 这个是比较天然的 为什么乳制品也会有色素啊 乳制品不是有乳制的颜色吗 可是还有很多口味的乳制品 调味啊 调味奶啊 有那个 果汁奶啊 果汁奶啊 乳瓜奶啊 冰淇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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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冰淇淋也是 那个冰棒 也是要五颜六色的啊 对对 那我们要加点起云记啊 让它均匀一点啊 对 均匀一点 就要沉淀啊 这个问题其实说在哪里 因为消费者 百姓喜欢色香味嘛 他当然就想办法加嘛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就说啊 这个厂商其实的责任 有很多是来自我们消费者的喜欢 要很多不好的厂商 其实是消费者养出来的 所以消费者有这个需求 那厂商自然想办法 来配合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呢 厂商说啦 很多不好的人啊 有时候是自己好人 把他姑息出来 把姑息出来 对 所以最重要是 我们生活跟饮食的习惯 需要更改 是 没错 而且政府其实 他也在努力把关 不过 还是要讲到这个实验的局限性的问题 他的量是怎么样 我们政府的规定是什么 政府的规定 其实是 比较配合厂商的需要 很多是比如说有五种防腐剂 你这一种 不能够加超过多少 比如说本甲酸 你不可以加超过1% 那他也许这个 这个本甲酸不超过 我会加别的东西一起来配合 那很多种我都没有超过 而且政府其实他也在努力把关 不过还是要讲到这个实验的局限性的问题 你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说 小朋友吃那个摄树 吃多了他会过冻症 对 你说那当初你做实验 为什么不把他逮出来 因为你很难发现那个老鼠过冻 老鼠本来就过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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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实验的时候 你看哪一鼠有没有长癌症 没有吧 你看有没有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障碍 都没有 可是他过冻 他就跑楼梯啊 跑那个轮子 他也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给小鬼吃的时候 他整天跑来跑去 你就觉得他不正常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故意要陷害大家 可是真的实验上有他的限制 对于心理的影响 对于这像这种过冻症这种 现在才发生的疾病 我现在才了解的疾病的话 我们这样做实验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顾那么多 消费者自己有意识 慢慢看到什么几号什么几号 你不要买 他没有经济效应 他的受量往下降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把货退掉 对 对 没错 所以食用红色6号 食用黄色5号 这只是栗子 还有很多好多什么号 那金是什么 金其实现在有时候是 用在一些糕饼的装饰上面 其实金还算OK啦 不过很少人用 这太贵了 对 金箔 日本人最喜欢用 对 日本人最喜欢用 用金箔做饮料 做酒 做蛋糕 日本人用这个做很多 吃金会怎么样 没事 没事 它是非常火化的 也没好吃 但是也没坏处 也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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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一个东西会自来 然后就来来卖给小朋友吃 困难在混合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无法预防 我讲过混合 你真的混合的东西 那个是天文素质 所以没办法做实验 所以完全不知道 完全没办法跟各位保证什么事 好 那除了这个食用色素 在这几类里面 应该不止嘛 不止 太多太多太多了 不止 太多了 各种各样 只要有颜色的成品 都可能会有食用色素存在 或者是说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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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也有 当然了 小朋友的药 大人的药也有 药怎么会变成一个纯红色的 哪一个化合物 刚好是红色给你吃到呢 这个机会不太大 所以你看到那个颜色很漂亮 几乎都要加色素 对 不过其实消费者觉醒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看 美国在卖维他命的时候 他就有厂商会声明说 这维他命绝对不含 色素 就所谓的合成的色素 没有添加物 对 没有人工添加物 这样讲 那你看那个丸子 的确是长得 比较不讨小朋友喜悍 那做卵糖看起来也丑丑的 可是有的家长会买 对 有的家长会买 看我们自己消费者要有觉醒 然后自己的选择 对 好 第二种我们来认识一下防腐剂 那它的量是怎么样 我们政府的规定是什么 政府的规定 其实是 比较配合厂商的需要 很多是比如说有五种防腐剂 你这一种不能够加超过多少 比如说本甲酸 你不可以超过1% 那它也许这个本甲酸不超过 我会加别的东西一起来配合 那很多种我都没有超过 其实不只食品 化妆品也都这样 其实它加起来之后就超过 就很多 可容许范围之内 对 每一个都给你在可容许范围之内 加起来都不可容许 但加起来呢 就是不可容许 包括刚刚江医师有讲 这些是复合的 复合的防腐剂 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糟糕的 我们人类慢慢地演变成 我们的老祖先 我们人类的老祖先是黑猩猩 黑猩猩跟我们的基因 99.7%都一样 黑猩猩吃什么 吃蔬菜 吃种子 吃水果 然后呢 它是生死 黑猩猩家里没有厨房 然后呢 它也不会生活 然后它那个 它东西都是生吃 那我们现在呢 是把它来煮熟 但煮熟的过程当中 刚刚包括色素下去煮 跟你食物的成分反应会变什么 防腐剂这么多下去煮 跟你食物反应会变成什么 在我们高温烹调 那我们中国人烹调的方式 十几种 那这烹调的过程当中 这些色素 这些防腐剂 这些食品添加物 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吗 变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科学家也无从去研究 因为太复杂了 你知道 所以呢 回归过来就说 你如果能够吃很单纯的 能够很有把握的 说不定黑猩猩的 饮食的这种方式 我们还需要持续效仿 跟你讲 从真的新鲜的豆磨出来 等它放到架子上 半小时它就有酸味出来 对 那他心想说 怎么办 半小时的时间 你就必须卖出去 然后人家就跟他讲 拜托 你一定要加一点防腐剂好不好 结果后来呢 他发现说 其他做豆腐的都不敢吃他家 他自己家做的豆腐 但卖给消费者吃 他觉得良心故意不去 你知道 但是他做出来 他又不能做那种半小时 就会酸掉的豆腐 因为半小时真的没有人买回去 就算买回去 也要赶快吃掉 也要赶快吃掉 要不然 那个家庭主婦说 这个今天不好啦 买回来的豆腐都不新鲜 但是其实他是最好的 只是因为时间关系 那你就是要去添加防腐剂进去 所以他就觉得 我不要做这些东西 因为连自己做豆腐的人 都不敢吃豆腐 那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东西 让人家受伤呢 于是他就去做了一个 做生机饮食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上 我觉得说真的 自我觉醒很重要 消费者也要自我觉醒 就是说你自己 你在每一口食物当中 你的每一口食物都可能 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你要要求说 我要吃到一个健康 我曾经上过一个 有人跟我讲说 某家那个豆腐 老板很有良心 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做添加物 加到豆腐里面的时候 他们家那个车子就出车祸 从此他就不敢加添加物 你知道吗 真的吗 结果我就买那个豆腐来检查 一检查 什么对本甲酸 一二细酸桶 都没有 我很欢迎 可是我心里就是一个大疑惑 奇怪 那个豆腐竟然没加添加物 那为什么都没有酸味 我跟你讲 我又花了一万多块去检查 对本甲酸类 类类不算在对本甲酸的检验范围 对本甲酸类 只六七样 我跟你讲 一检查 里面就有对本甲酸类 所以他只是比一般的 好一点点 聪明 不是他比较聪明 他知道我们政府就很可爱 那我们民众就很可爱 只会检查对本甲酸 不会想到说对本甲酸类 还是防腐剂 然后我们检查一二七酸 对不对 三地酸这些东西 我们不会想到说 还有另一族群 比较贵一点点的防腐剂 所以你要用你的头脑 有时候比你用化学知识好一点 政府没办法管控在这个部分 我刚刚说这些化学品这么多 政府如果正面表列了一百个 他马上会有另外他自己的表列 两三百个出来 吃的这个食物啊 能够选择 不需要加食品添加剂 然后很新鲜的这个食物 甚至有一天大家能够这样做到 做到什么 你家就是没有冰箱 不要把这个食物买了一大堆回来 可能要放很久 你今天要吃多少 那你就买多少 就用掉多少 最新鲜的 这个时候你就安全了 好不可能喔 我刚才想讲这句话 在座有三位职业妇女 都做不到这一点 有一点难 他们一个礼拜才上街 买一次菜嘛 所以我觉得冰箱 还算是一个小问题 我接下来就是要讲 黑猩猩家里没有冰箱 是是是 这是我们的目标好不好 那至少呢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说 防腐剂吃多对生意 真的是有害处 那我们也要 让自己去了解说 到底哪些食物含有防腐剂嘛 它不会写防腐剂喔 因为防腐剂太露果嘛 对 它会用其他名称来代替 这边只有四种 问题是 其实有几十种 防腐剂的名字只有几十种 好 那这种比较常见 脊二细酸 脊二细酸 顶酸钙 我们还以为它是酸还是钙 对 看到不要以为说 我可以补充钙质 对 可以补充钙质 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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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防腐剂 我们怎么样去查 我真的能 我真的有听到有人 看食品标示的时候 有钙耶 不错 它还添加了钙质耶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 但是要宣导的耶 真的 其实我今天也是 嗯 才了解到 原来品酸钙不是钙质 它是一个防腐剂 我们要从哪一些资讯去了解说 防腐剂还有哪一些别名呢 可以找得到吗 其实上网可以查 上网可以查得到 就是 可以看吴博士的部落课 这些在我的那个 网站上都有介绍 都有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这些都算是已经累了 比如说我讲说脊二细酸 你们发现第一个跟第四个 脊二细酸跟脊二细酸钙 其实你还有脊二细酸钙 脊二细酸钙等 我真的一不小心以为它就是钙就是钙耶 对 真的 丙酸钙 本甲酸 那我们自己肚子本身的胃酸是盐酸 是一个还原酸 所以也有可能在你肚子就产生 本是人类的致癌物 过去在欧洲你也发现过一些 含有果汁汽水的这个产品 里面加了这个防腐剂就是本甲酸 但是果汁汽水里面有维生素C 维生素C是一个还原剂 它也把本甲酸还原成本 所以在那个果汁汽水里面 发现既然有人类致癌物本 所以那个第三个实际上 在现在列的这四个里面 第三个大家要特别小心 是 好 本甲酸 出现这三个字就不要吃 不要买 那我们在制作一瓶果汁的时候 这个东西都会被去掉 所以大部分防癌抗病的一些 纤维素 植化素全部都在外面 所以就变成说你花了30块 事实上你买的就是85%的糖水 一大堆添加物 色素 防腐剂 现在列的这四个里面 第三个大家要特别小心 是 好 本甲酸 出现这三个字就不要吃 不要买 严格上来讲政府是规定 你不可以加超过1% 那我如果说吃了100块豆腐 你就吃了 我跟你讲1%其实你酸酸酸酸 也不少 1%是多少 1%实际上来讲就是大概是 1万个ppm 對啊 很高耶 那1万个ppm的千分之一很小 叫做1% 假如你吃了1公斤的食物 裡面是有1%的本甲酸 变成本的时候 在你肚子裡面假如说 1公斤食物有1ppm进来 1公斤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进来了多少个本的分子 ppm是 ppm实际上是一个单位 公尺公寸公分 真正在伤害我们的是那個本的分子 吃进去1公斤 1公斤 1个ppm的食物 你进来的本的分子呢 是770兆 那我们身体 人类身体呢 你有长大成人 大概是600兆个细胞 那你这样吃进来的话 就平均每一个细胞都分到 一个致癌的本分子以上 所以那个量是很大 我看到很多蒜丝在你头上跑 对 好 再来看到调味剂 调味剂味觉的调整 这个甜的苦的酸的 真的 好 这个甜的苦的酸的 像是我们一般用的味精 现在很少 味精让我们知道 对身体是不好的嘛 对 没有啦 味精 其实它的害处 所谓中国餐馆症 症候群这个部分 其实后来就看起来 大概也没有当初 因为它当初我觉得 当初做这个事业有点种族歧视 因为那是中国人习惯使用的东西 那后来研究好像 这一部分的确认 就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最主要你看 那味精本身它也是氨基酸的一种 对 只是说它浓度拉高 会不会造成你那么多不舒服的 所以看起来 我觉得它的危害性 跟其他的食品添加物 那个是不能比 而且我觉得 因为它天然本来就有的东西 对 味精像我自己就是一个 会味精中毒的人 所以呢 我在外面饮食 外食还蛮 就是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 跟他讲说 我不能吃味精 而且我要跟他讲很严重 如果吃味精 我会 心悸 心悸 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那个酸是从脊椎酸 酸到下颌骨这边 整个是酸到不行 然后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子嘛 三个小孩都有这样的体质 那时候还不晓得 叫做中国餐馆症候群 就都发现说去吃板的 回来三个小孩都中标 都在那边滚 酸啊痛啊 然后大概月末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每个人就爬起来没事了 好像船过血无痕了 然后我妈就觉得奇怪 你们三个小孩怎么回事啊 后来就说 好 我们最后一道汤不要喝好了 最后一道都会吃丸子嘛 十全十美 就来个碗满 结果后来呢 那个我妈说 会不会是你们不能 因为我妈在做菜的时候 很少加胡椒 她真的觉得跟食物有关 她说是不是跟胡椒有关系 因为那个肉丸 供完汤要加红椒 她说那你汤不要喝 真的 那碗汤没有喝之后呢 我们就没有事了 所以发现说板的 那个汤里头的味精是最多的 真的 比如说我们当初发展代糖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们一个甜味精欺骗你 那让你吃下去 可是你又没有得到糖分 所以你觉得血糖不会高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骗你 然后让你体重降低 因为你吃到甜的 你就饱足了 然后你就没有继续吃下去 结果后来发现 人真是伟大 人就是不能骗 你吃了一个带糖进去 结果吃进去之后 你身体第一个事情 就是赶快把血里面的糖分 通通抓到肝脏里面做肝糖 因为他知道等一下有糖要进来 所以他要把糖疏散掉 结果他把糖拉走之后呢 你居然没有糖真的进来 他马上造成一个低血糖的现象 马上就突然间就饿起来 所以你会吃得更多 所以带糖现在就没有人敢宣称说 他可以减肥了 因为他发现人体不容易骗 是 那市面上这个调味剂 在包装上面标示 他会用什么标示来写 也是一样 其实调味剂太多种 那也实在太多种 那比较常用像柠檬酸 有常常也是一些饮料 酸酸甜甜的常常放这样子 对 所以大部分人在选饮料的话 也要特别小心啊 对 尽量选择纯度越高的越好 像我们讲酸的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喝一个果汁 它市售的瓶装的果汁 它是酸的 然后你把它翻过来写柠檬酸 我以为是柠檬做的 你知道吗 大家都会被那个字面 对啊 柠檬酸啊 对 柠檬酸的感觉好像 好赞喔 有柠檬酸 那表示它是真的柠檬做的 但是今天跟大家讲 柠檬酸它是食品添加物 它食品添加物 那为什么 可以取名叫柠檬酸 因为它是同样的东西啊 它是同样的 它是从柠檬里面 也会有这种东西 其他一些植物里面 也都会有柠檬酸这个东西 所以但工业界合成更快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分子 对 合成出来 而且又便宜的不得了 所以实际上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说 我们吃食物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去吃这个果汁 你吃这个果汁的目的是什么 是解渴吗 还是要补充 还是要补充营养 还是要补充维糖蜜 我告诉各位 如果做成果汁啊 你里面所要的这个营养 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已经不见了 你要维他命C 维他命C 早就跟空气氧化掉 说明都不见了 结果呢 你吃那个果汁 结果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然后说里面有水分 那水分的这个纯度 或者是他水的品质 做成果汁之后 你也无从去了解 对 我常常会被问说 那我喝果汁跟吃新鲜蔬果 什么不一样 差别太大了 十分巴结里 比如说这瓶果汁 它可能只有15%是水果原汁 它剩下的85%是糖水 然后会加很多的色素 还有一些调味的东西 把它假装就变成跟那个 orange juice很像 对 就算说它是百分之百纯的 的一个果汁的话 其实它少掉太多东西 因为我们吃蔬果最重要 就是我们获取它的纤维素 还有叫做植化素这种东西 它真正抗癌抗病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皮啊渣啊 那些地方 那我们在制作一瓶果汁的时候 这个东西都会被去掉 所以大部分防癌抗病的一些 纤维素啊植化素 全部都在外面 所以就变成说你花了30块 是 事实上你买的都是85%的糖水 一大堆添加物 色素 防腐剂 调味料 我很快补充一下刚刚那个 所谓的垃圾食物 就是刚刚讲的 所有的纤维素都不见了 果汁跟那个真正的水果来比 是这样 纤维素何其重要 如果你有吃纤维素到你肚子里面来 然后呢你的肠的末端 就会有一些菌 用那个纤维素去做养分 然后呢它会产生很多 低的碳链的脂肪酸 那低的碳链的脂肪酸 会随着血液回到你的肝脏 抑制你身体里面过多的 所谓的胆固醇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你如果有纤维素的时候 在你的肠道的这个时候 如果呢 我们因为我们身体 要消化一些脂肪类的这个东西 等等之类的 会分泌很多的胆酸 那胆酸的分泌呢 实际上是原料是胆固醇 那如果这个胆酸呢 常常会跟纤维素作用 作用的时候 胆酸的这个分泌 持续分泌 就要消耗掉我们身体 更多的胆固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有助于你 下降身体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所以呢 纤维何其重要 结果不去吃真正的水果蔬菜 吃那个汁 人家做出来的 那好的全都不见了 不好的全都进肚子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没有纤维的食物就是垃圾食物 所以我们还是要吃食物 不要吃那些食品 好 继续来认识的是营养添加剂 号称可以提高营养价值 在大概上个礼拜 我们开的那国家标准的会议 要订那什么 所谓的全麦的面包 那我们全麦的面包要订的是 因为它需要高纤嘛 它需要里面的这个材料 全麦的这个材料 要超过51% 以质量来讲 但是你在制造过程当中 还要加其他的东西 还要加水分 所以呢 制造商都说 不可能有这样的面包出来 好 我们还是要吃食物 不要吃那些食品 好 继续来认识的是营养添加剂 号称可以提高营养价值 我们讲说那个优格 是很酸的 那你为了让它口感很好 你加了很多很多的糖 所以你可能因为要得到这么一点乳酸 而吃很多很多的甜分进去 造成肥胖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的时候 能够去知道说 这个乳酸菌它应该是酸的 而不是甜的 而不是甜的 就是它明明就应该酸的 为什么吃起来会是甜的呢 是因为我们期待它是甜的 所以厂商就把它加成变成甜的 对 因为我们在酸的吃不下去嘛 就加了一点甜 这样大家吃下去 是 那其实政府有明令一些食物 是不可以加入营养添加物的成分的 对啦 没错 对对对对 那我现在先讲一下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 要加这个营养成分不加的话 其实跟我们公共卫生是有关系 你不能厂商说想加就加 比如说以前我们在那个盐里面 会加点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可能有大脖子 对不对 它就是说现在美国政府 它规定说它的面粉里面要加叶酸 就是像类似这样子 有公共卫生的议题 有经过科学的根据 然后我们再来加 那现在变成说 厂商想加就加啦 可是不行喔 因为现在就是说 如果以前的一个面包 你可以说我这高盖面包 或是高盖 或是高纤维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有一个新闻说 发现网间的一些高盖面包 根本没有高盖 对 以前可以乱标 高盖 根本就没有 高纤 没有纤维 高纤没纤维 高盖没盖维 那以前可以乱标 现在不行 政府有规定说 如果你要称 以这个来表 如果你要称高纤维的话 你一定要说这个固体 这个面包 100克里面有6克的纤维 或者说你这个液体 或者这个饮料 是高 对不起 只有高纤饮料的话 这个100毫升里面要有3克 或者是100大卡液体 要有3公克 你才可以标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所以现在不能 你随便爱标说 或者你说高盖 你就应该100公克的固体里面 有240毫克的盖 对 没错 一定要这样子 是 可是还有一些东西 你真的不能乱标 标榜说我是高盖 高纤 像有些东西 你是拿来当零食的 比如说米果蜜餐 我不能随便 因为主要目的是 不鼓励这些东西被加 比如说我多吃蜜餐 来摄取一些什么纤维 这个是不好的 汽水可乐 也不能标榜说 我是高盖汽水 高维他命C汽水 也不行 那很有创意耶 不行 所以它这边 法规是规定说不可以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 像糖果 有些糖 我不能说 这是我是高盖糖 拿来给小孩吃 一只小朋友 为了要得到那个钙质 就拼命地吃这些硬糖 软糖 不可以 那如果一些这个维他命糖 做成软糖定的 那里面是维他命的那种 那你自己加 可是你不能说 我是高盖 你不能标示 你不能有营养宣称 就对了 不过因为国外的那个 儿童使用的维他命 有做成那种 像软糖的东西 对 那个是 那个不是食品 那是营养补充品 那是营养补充品 对 那不能说像 你如果像是一般的那个 小熊软糖 你就不能说它是 高盖啊 维他命C啊 那是归给这个 保健食品这一类 那吴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 不能乱加 真的是不能加 通常来讲 你加了高盖 即便你盖吸收 那你可能铁值吸收就不够 对 有很多东西 它是会互相抵触掉 像有些必须要加了 可能就要加 比如像刚讲那叶酸 对 那叶酸 比如说特别是 有在怀孕啊等等之类的 这一人吃两人补的 你如果没有叶酸 因为过去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报告显示 如果叶酸不足的时候 妈妈跟小孩子 连结那个期待 是会变形 或者是能力不够的 那有期待 所以呢 叶酸确实是 会一人吃两人 两人补的 所以看情况 看是针对哪些人 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 要加强到哪里 至于高鲜的那一个部分 有时候确实是夸大 在大概上个礼拜 我们开的那个国家标准的会议 要订那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全麦的面包 对 那我们全麦的面包要订的时候 因为它需要高鲜嘛 它需要里面的这个材料 全麦的这个材料 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一 以质量来讲的嘛 但是你在制造过程当中 还要加其他的东西啊 还要加水分啊 所以呢 制造商都说 不可能有这样的面包出来 做不到 你可以宣称说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这个全麦 这个东西在里面 但是呢做不到 后来呢 我们国家标准决定不定 不定 因为怎么样 做不到 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话 厂商都这样的 他们很多专门做的厂商都这样的 如果外面现在大家去看 还有全麦的面包的宣称 我是会高度怀疑它就是假的啦 对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因为做不到 现在是说如果说 全骨要有标示 我们现在其实蛮鼓励大家吃全骨的 那如果说食物现在在标明说 现在全骨一定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 全骨含量 才可以标全骨 对 好 所以这些 还有刚刚还有在讲到那个 接着吴教授讲说那个 那个牛奶 我在讲说牛奶添加最近问题真的蛮大的 那刚刚吴教授有讲说 那铁加在牛奶里面到底是不是好 问题是钙跟铁就会相互竞争了 对 那相对来讲 美国他们就是在牛奶里面加持维生素D 这个就是对的 因为D会增加钙的吸收 所以 就是说要看到 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能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是 ok 好那给我们一些这个营养添加物的一些标示 让我们要解一下 好 其实你只要看到跟营养有关的 比如说维生素A的粉末啊 抗坏血酸 这就是维生素C 对 然后 抗坏血酸 对对对这个 然后像是钙化醇 这是维生素D2 他为什么不直接写维生素D2或C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会 有的人会写那些 会刮糊 对会刮糊这样子 或乳酸钙这样子 ok 目前可以添加的 规定大概 核准可以添加大概 130几项 所以我们目前才列出来四项 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厂商 牛奶的 然后他打了好 下了好多广告 结果后来我们医药记者就发现说 超虾的 他下什么广告你知道吗 高钙高铁奶粉 高钙又高铁 对 然后你想哇 我同时吃进钙 同时吃进铁 但是高钙 钙跟铁是你知道 会互相竞争吸收 不能 会互相竞争的 不可能 一个牛奶里头又加钙又加铁 就后来那个 他真的表示那个啊 把关不完全 因为所有的广告的用语 都要经过这个 对 但是因为 他的确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的确加了钙跟铁 但他的确是没有那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钙跟铁是互相竞争的 我觉得他这个产品是 他符合了高钙高铁的一个规定了 对 可是就是说生物上的一个吸收竞争 可能没有去太仔细的考虑进去 可是说不定担心这个圣诞科医师 这个病人的来源不够 所以江医师就每天很忙 对啊 因为你们发明那么多的食品添加物 对不对 然后搞了很多人症状坏掉 对不对 然后洗症就要骂圣诞科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冤啊 干过什么事啊 真的食品添加物吃太多了 真的 那最后来了解这个保色剂 帮食物补色 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现在使用在鱼类或肉类 鱼类跟肉类 所以有些肉 鱼看起来特别的红 按照美国FDA 他去评估说这样的鱼 你多久可以吃一次是多少 评估的结果呢 是每人每一个月 顶多只能吃一餐鱼 一克鱼排 那一克鱼排 不可以超过8个盎司 也就是227克 那最后来了解这个保色剂 帮食物补色 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现在使用在鱼类或肉类 鱼类跟肉类 所以有些肉 鱼看起来特别的红 特别红 特别红 那就要加酵酸盐也就算了 可是我们很多违法不能添加的保色的方法 我们都一直在做啊 保色方法不是只有添加呢 我们还可以把那个鱼肉做一氧化散发射处理 给它装袋子 然后灌一氧化散进去 它就好像那个鱼被烧散自杀一样 所以它颜色就变得鲜红 就很粉红很漂亮 而且我跟你讲烂掉都很粉红 那最糟糕的是这个东西呢 像日本韩国还有国内本来就禁止嘛 可是你今天没去去市场买 你去任何超市买 你看到了切开的鱼片 每一个都这样 尤其生鱼片 对 所以这个就坦白讲 这针岩的犯法 可是没有人去管它 检测检测得出来吗 如果它检测得出来 那个是所谓的一氧化散鸡蛋白嘛 鸡蛋白上面有一氧化散测当然测出来啊 所以没有人要去管它而已啊 那违法事情天天都在你的周边出现 天天也没有人来管它 大家都是买那个漂亮的 因为它的颜色漂亮而已 它跟新鲜没有关系啦 所以请问鱼跟肉要怎么选 怎么选 这个难言 大三问 在大概前不久吧 香港也出现这样的例子 头版头条被爆出来 大的版面 几乎豹子都半版了 香港的百分之五十的这个牛肉 全部都被用了所谓的保色处理 那因为香港的这个牛肉呢 很多都是冷冻的 拿出来卖相不好 然后于是呢 不够鲜红 然后就拿大量几千个ppm的 二氧化硫来做处理 处理的结果 每一个牛肉都变成鲜红的 结果呢 后来大量去追查 大概50%的牛肉都这样做 对 为什么呢 大家喜欢什么 一样的啊 不只是煮出来要摄像位 买以前它都要 漂亮 对 都要漂亮 所以才会厂商才会这样做 其实有时候就是保存上两难 譬如说我举个两难 像牛肉 如果你把它用真空包装 你不要让氧接触到它的脂肪 避免它的脂肪氧化 理论上是可以保持它更完整的营养 比较鲜美 可是问题是你这样的结果呢 它那个鸡蛋白就会缺氧 然后它就会变得黑了 整个牛肉变黑了 所以就会玩出这种把势 就不漂亮了 鱼蕾这样子啊 你就看到 如果你真的看过黑鱼 你真的把那个黑鱼 杀死然后把肉切下来 我看你摆在那个 这个透明罩里面去卖 黑鱼的颜色变色多快 你很难想象 那因为变得太快之后 我们摊贩都不能接受 因为消费者不能接受 所以通通被加酵酸盐 把黑鱼也加酵酸盐 这个本来法定上没有叫你可以加酵酸盐 就是它一样可以加酵酸盐 黑鱼 黑鱼在没有加酵酸盐以前 本身里面通常来讲很多重金属 我们台湾 在海里的时候种金属 对我们台湾曾经做过 我们国内自己本身黑鱼 里面的重金属 特别是拱跟甲基拱 先不要讲拱 那甲基拱比拱更多 甲基拱 平均的这个浓度是0.84个ppm 0.84个ppm按照美国FDA 他去评估说这样的鱼 你多久可以吃一次吃多少 评估的结果呢 是每人每一个月 顶多只能吃一餐鱼 一克鱼排 那一克鱼排不可以超过8个盎司 也就是227克 再不要讲说 刚刚讲了 为处理它 还加了一些硝酸盐 什么东西进去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大家 吃小条 吃小条跟中型的 尽量不要吃太多肉类 对 对 刚刚不是讲过黑猩猩吗 黑猩猩 都没有吃牛肉 对啊 我们严格来讲 吃肉类目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补充蛋白质跟含基酸 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需要 每天大概是五六十克 蛋白质就够了 大家常常出去的时候 哇 鱼排要好大一块 那个牛排要更大一块 最好跟我们的脸一样大 其实这个是伤害自己的 这个又是在增加 我们伸张科医师的负担 生意吧 这种生意呢也是毁育半餐 你知道吗 搞得正常科 就像种子之地 你知道吗 过街老鼠 哪会 好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肉制品 鱼制品 还有两个东西要提醒大家 鱼卵 鱼卵 很红的鲑鱼卵 那个加了好多种药 好多 还有明太子 是不是那么红 对不对 他们都有加这些 好 亚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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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钾 我女儿好爱吃喔 对 因为你看它那么红 它 对 其实都有加这些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很多贵妇喜欢吃什么 吃Caviar 鱼子酱 一小罐 有时候以美金来讲 一两千块 Caviar 很脆喔 保存期限也很久喔 要从远方来喔 Caviar里面 最常被用来当保存剂的是什么 是Borex 我们叫做彭酸岩 彭酸岩拿来干什么 拿来杀蟑螂 杀老鼠 所以贵妇很喜欢吃那个 她很喜欢吃杀蟑记就对了 对 所以三位千万不要去当那种贵妇 好 你也信不信 你也信不信 好 好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其实这刚刚这个 几位专家也都说 这就是 其实就是 那么多里面的 少少的几种而已 讲一讲 还有几千种要讲 但是呢 最后还是要请几位专家来告诉我们说 平常的生活当中 吃还是要吃 生活还是要生活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 怎么样去做呢 来 一样老话就是我们还要吃那个 跟原来农作物最接近 没有经过加工的 食物原态的食物 然后多蔬食 百分之你的餐盘里面 应该有四分之三是来自于植物 是 然后再四分之一 是蛋白质 可是蛋白质 又有一半是由植物来的 所以总归来讲 你来自于动物的 应该是15%以下 对 江医师 就是说 不要再来找我啦 不是 你看不到的成分 你就不要吃一下肚子嘛 对不对 你搞不清楚 你怎么那么勇敢干嘛呢 那尽量多吃食物 不要吃那么多食品 食品 食品 好 吴教授 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减少食物食材 从产地到餐桌的距离 多去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吃什么 从欧洲来的什么什么 从日本来的什么什么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注意一下 尽可能 刚刚 营养师有讲到 吃素的 还有呢 烹调的方式 不要因为烹调的过程当中 产生更多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有毒的东西 嗯 我想大家都已经讲了那么多 该注意的事项 就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觉醒 厂商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只要我们有觉醒在每一口里头 我们吃下的每一个东西都觉得 我要 我要要求到这样的目标 厂商也会配合你 所以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你的食物 是 主要我们消费习惯要改 厂商也会因为他要赚我们的钱 而做改变 对 没错 好 谢谢所有专家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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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